上集说道 为了打消荣念兵的疑虑 鬼除扎吉向荣念兵 展露了自己手腕上的伤痕 扎吉苦笑道 像我这一个双手手筋被挑断的老人 能对你做什么呀 荣念兵看着扎吉 眼中的惊惧之色减弱了几分 试探着问道 爷爷 您 您的手 为什么会这样 扎吉拉至荣念兵坐了下来 黯然一叹 道 听爷爷 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一个发生在 我自己身上的故事 听完之后啊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当我在你身上看到魔法出现的时候 我会如此兴奋 说到这里 他看着门外的幽深黑暗 眼中的神色已经变得朦胧 咱们这片阳光大陆曾经过了近三百年的战争后 在七十年前进入了和平时代 五大帝国 五大帝国也在这个时候逐渐形成 并瓜分了整个大陆 经过了三百年的战争洗礼后 人们开始修养生息 这数十年来 五大帝国虽然也有争执 但是 总体还算是相安无事的 荣念兵点了点头 道 您说的五大帝国 就是东方的奥兰帝国 东南方的奇鲁帝国 西南方的化荣帝国 西北方的朗木帝国 和北方的冰月帝国吧 扎吉点了点头 道 嗯 不错 就是这五大帝国 我呀 我出生在东南方的奇鲁帝国 小时候家里很穷 连细粮都吃不上 呃 我记得啊 我曾经问过母亲 这窝头什么时候能吃饱 母亲啊 就抱着我哭 那个时候 我最大的志愿 就是能够天天吃上美味佳肴 就能做出更好的饭菜给父母吃 后来啊 我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 不断努力着 可惜 我的父母 在我还没有能力奉养他们的时候 就在一场瘟疫中 取世了 或许啊 有上天怜悯我吧 在我十三岁那年 我遇到了我的师父 我的师父 是一家饭馆的大厨 我自己 就成了一名学徒 为了能够学到厨艺 我非常勤快 讨好饭店里每一个人 我们那家饭店 名叫齐香 是齐鲁帝国最有名的饭店之一 师父看我还算勤快 开始教授我一些简单的厨艺 三年后 我从杂役 升到了配菜的位置 就有那么一天 我的师父 将我叫到了僻井处 他对我说 想学好厨艺 光是勤奋还不够 还需要有悟性 用心去感知自己所做的菜 做菜 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而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他呀 他交给我八个字 让我去完成 那就是十年练出 十年误出 这八个字啊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 经过不断的努力和领悟 在我二十三岁那年 厨艺终于走向了大城之路 可是我的师父 却在那一年里 因病去世了 我始终牢记着师父的八字 叮嘱 于是我放弃了在骑乡饭店中 继承师父位置的机会 辞去了一切职务 拿着我的菜刀 带着微薄的机器 踏上了自己的旅途 我要走遍阳光大陆 去学习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区的厨艺 说到这里 扎吉眼中光芒打放 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的辉煌 他感叹道 十年呐 又是一个十年 真正让我领悟厨艺真谛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 我几乎走遍所有著名的饭店 与每一个饭店中的大厨切磋 再经过自己的领悟 终于闯出了属于我自己的特技 后来 因为我的厨艺 已经达到了鬼斧神功的境界 所以人送外号鬼厨 在连续五阶的厨神大赛中 我得到了五连贯的辉煌战绩 五大帝国的皇宫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我能去认知他们的御厨总管 但是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厨艺还是不够精湛 所以啊 我一直在继续探索着 希望能让自己的厨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领域 在不断探索中进步 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尤其是当我每一次做出一道绝世好菜式 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事情无法相比的 我将自己的衣裳都献给了厨艺 为此 我甚至没有想过娶妻生子 说到这里 扎吉亭顿下来 看着聚精会神听自己讲述的荣念兵 唯唯一笑 道 想不到吧 我这个糟老头还有辉煌的一面 荣念兵愣了一下 虽然扎吉说得很平淡 但凭借他敏锐的感官还是能够发觉 在这位扎爷爷的语气中 流露出一丝浓浓的悲哀 爷爷 那后来呢 后来怎么样了 扎吉苦笑道 后来啊 在我四十七岁那年 我从云端跌落了下来 由于活了四十多年 我都没有经历过感情 那一年 我竟然疯狂喜欢伤了一个女人 她是那么的美 那么的活泼开朗 她的每一个动作 一拼一笑 都是我的心 随之颤抖 那时 她才只有二十四岁 我的年纪足足比她大了一倍啊 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喜欢上了她 她也是一名厨师 但是她却是与我截然不同的厨师 制作一些精致的点心 在当时的一家饭店中担任面点师 那家饭店也是我逗留最久的一家 我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 决定向她表达我内心的感情 虽然并没有希望她能接受 但是我还是想将自己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 容念兵问道 那她接受了吗 扎吉摇了摇头道 她呀 她没说接受 也没说不接受 听了我感情的表露后 她提出了一个条件 要和我比一下厨艺 如果我赢了 她就嫁我为妻 如果我输了 我就必须退出厨艺件 我所拥有的所有名誉 都将归她所有 容念兵皱了皱眉 爷爷 我想您是被她利用了吧 她明知道您是最强的厨师 还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肯定是有些把握的 何况她提出这种要求 明显没安好心 怎么会真心嫁给你呢 扎吉笑了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是的 我确实被她利用了 只是啊 那个时候的我 已经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根本没有太多的思考 就一口答应下来 毕竟 多年站在厨艺界的巅峰 是我又有了自己的傲气 既然她要跟我比我最擅长的东西 那我自然没有理由不答应啊 于是 一场让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的比赛 就这样开始了 顿了顿 扎吉继续说道 我为了让她心服口服 决定做出我自己最拿手的六样名菜 我们请来了厨艺界最有名的十八位名厨 给我们做了平板 我的厨艺已经到达了龙虎纯青的地步 六道复杂的名菜 在我手中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多年对厨艺一道的领悟 使我对自己做出的菜极为满意 她几乎是有生命的 但是奇怪的是 那时的她面对一堆材料却没有动 当我的六道菜完成 看向她时 她向我道 你做了这么多 我只做了一道菜 精品 又这一样就足够了 一边说 她一边动呢 没有花里的动作 没有熟练的刀工 她简单地拿起来一块肉条 迅速将肉条抛向了空肘 用奇特的语调吟唱着什么 一道蓝色的火焰重点而起 将那块肉条吞没了 白色的刀光在空中一闪而落 当肉条落在盘子中时 已经变成了十三段 是闪烁着黄金色的十三段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 他竟然是一名魔法师 而且还是实力极为强大的火系魔法师 尽管如此 我还以为自己赢了 毕竟他做的只有一道菜 而我的却是六道 从表面的色香两点来看 他远远落于下风 但是很快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当我亲口品尝到那黄金色的肉条时 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充斥了我的味觉 那肉条事先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啊 在制作的过程中也没有添加任何的调料 但是他却将肉条中的香气完全释放 十三根肉条虽然没有酸甜苦辣咸 这些咱们熟悉的味道 但是每一个肉条却都分成了十三个部分 十三种不同程度的味道 这十三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带来的香气 比任何放了做料的菜肴都要美味的太多了 当我品尝了一口时 我就知道自己输了 而且输得很惨 虽然在味道上看来 我这六道菜绝不会比它的肉条差 但我的厨艺在它面前已经落了下诚 不但是因为速度 更重要的是因为创新 被人利用 并在除一笔拼中失败的扎吉 会如何履行赌约 请听下集 请看下集